南加州香港校友会联会 即奖学基金 近日在洛杉矶市 维持厅彭纳秋酒店隆重举行 第二十届慈善参舞会 香港著名歌星陈建林 以及中美政商界代表 近450人出席活动 并于当晚筹得善款近25万美金 我们香港校友会 由前年开始 前几年开始 就已经是给Food Scholarship 就是我们的会可以 给Food Scholarship 给一些学生在香港过来 因此我们还做一个 Domestic Scholarship 就是给这里的学生 回到香港尋根 南加州香港校友会联会 通过参舞会 筹募奖学金已有20个年头 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会长徐明峰表示 他们一直扶持香港成绩优秀 但经济困难的学生 到美国攻读大学 通过奖学基金 成功培育了39位香港留学生 目前奖学基金总额已达350万美元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一起来帮我们筹款 来帮我们这些学生 我们不可能说帮全世界 我们一个个学生来做 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将来 回到香港的生活 和他们的对世界 随着赴美华人的日渐增多 越来越多的华裔留学生 涌入美国的大学中 南加州香港校友会联会 奖学基金从去年开始 提供获奖学生每年6万美元 4年25万美金的全额奖学金 并将该奖学金注册为非盈利组织 捐款者可获得底税收据 当晚还举行了丰富的娱乐节目 香港实力派歌星陈佳玲 拥有演唱经典金曲 今晚夜 千个太阳等 还与前会长林日生 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并在现场募得2万2千美元 有限去捐款 支持香港校友会联会 奖学基金可浏览网址 www.hksef.org 或办公时间致电 626-281-8179 H&B点在洛杉矶采访报道